我们出差了 然后这一次出差就要出差一周多 现在是早上六点半 然后他被我号起来 要送我去地铁站 困死了 我要今天去郑州 周三的时候从郑州飞沈阳 周五的时候从沈阳飞回来 整整今天 开心吗 自己一个人没有人叫你 叫你睡觉了 大别不开心 心里乐透了花 我每次出差已经会特别想我了 会有多想 睡不着觉的那种 但是真的 是真的不睡觉 到郑州了 然后刚好办完入住 感觉算是比较大 然后算是比较干净吧 开始去忙了 现在出来逛 说这个 这叫什么广场 二七广场是吗 这个是对 二七广场 然后这上面是亚西亚 亚西亚是吧 算是郑州的核心商串是吧 我现在在郑州的新郑机场 然后 我来帐篷 马上就要去睡沈阳 我现在到了辽宁了 好像是等机市 然后我们一个集公司在这边 正好去找其他同事 旁边的房间好像在发出个奇怪的声音 好像说是前天 我之前在郑州的时候 其实晚上半夜也是被吵醒 然后也是身 就是那个动静特别大 然后就好尴尬 我现在在我在干活 然后旁边就 现在吃什么 点什么这么香 那你正在看什么 哎呀没过去了没过去了 现在这是哪 石河自镇是吧 石桥自镇 然后买了两杯奶茶 感觉是 叫什么 果立城又拿水冲了一遍 又碰到你们两个啦 哎呀过来啦 你来啦 你身体很诚实吗 我没有吃到 还有一身 这个是奶茶 你奶就不喝 你看人家多高啊 噔噔 龙龙今天出差回来一个周了出了 我好不容易来机场接他一下 看他会不会像以前那样就是对我爱大不理的 以前我每次去火车站接他的时候他都就是心情都不会很好 不会难伺候 哦在这些平庸的身影当中一下就看到了我们可爱的龙龙呢 会不会别人会觉得我没看到 什么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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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新疆的烤羊肉串 我怎么不是黑了吗 我来接你你开心吗 开心啊 你不会生气吗 会不会生气啊 就是我每次来接你都会生气啊 好啊 提前回来主要是 开周一还走啊 是吗 我每周一都走了 哦真开心 好多了比我走之前 哪有 看那个 是我出差了 是我 是我出差了